熱帶性低氣壓 加上狂風暴雨 在高雄山區的溪水暴漲非常嚴重 導致多個路橋 鎮實性的封閉 而這溪水還夾帶滾滾泥水 一路沖刷下來 特別是像是高平溪 水量非常非常的驚人 而為在高平溪的沿岸大樹區的佛光山停車場 因為溪水整個衝到路面 當地警方只好先拉起封鎖線 不讓民眾進出 但還是有民眾自行拆掉封鎖線 就是想走到岸邊看溪水暴漲 而警方看到了頻頻到場驅趕 那麼像高雄的山區雨量很驚人 山洪爆發 現在還猛烈衝刷 導致桃園區的很有名的這個 明霸克陸橋從中間硬生生的被衝斷了 我們看到這畫面真的是觸目驚心 非常的恐怖 而驚險螢幕也被民眾拍了下來 穿起溪水直接打向橋深 下一秒路橋居然被衝斷 從中間斷成兩截 斷裂的橋深直接被吸水吞沒 還好當時沒有人車經過 這是高雄桃園山區通往 拉夫蘭的明霸克陸橋 驚險螢幕讓民眾拍了下來 大家要注意安全 我們也已經通報 也已經通報到防災中心 茂林多那裡馬路上超狂水流向瀑布 里長要足人通過一定要小心 西南氣流在高雄山區四月 二十四小時累積雨量 桃園區高達六百八十三毫米 六桂跟茂林也標破五百毫米 三天累積雨量達到一千五百毫米 這是八八風災後第一次出現這麼多雨量 六桂新堡來公園 溪水滿過岸堤 大水一波又一波直接淹向公園 茂林情人谷也因為溪水暴漲 溪水越過河堤岸 道路全沒了 臨近鐵皮屋被淹沒 只剩下屋頂 從清晨的六點開始 開始水開始沾到 我們剛剛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在腰嘛 第二次吸引就是快滅底的 重陽市山區 田辣小滾水 馬路變成泥狂水道 居民拿出前幾天水淹到一樓 加劇全部泡水的自拍影片 居民真的淹怕了 整夜大雨 山區降下驚人雨量 大雨宣洩 風橋路擋 這波大雨橫掃高雄山區 災情遍野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好我們繼續往東不走 其實台東災情也是很嚴重 有多處溪水暴漲 在太馬里的溪水暴漲 就很像當年的八八風災 而大雨大水持續的沖刷 導致橋墩都已經裸露出來 幾乎呢這個路面跟這個橋墩是一樣高的 為了要防止悲劇重演 警方也是預防性的先封鎖道路橋樑 而當地有四個村落的村民 預防性撤離 黃色溪水滾滾而來 持續上漲變寬的河面 已經快要接近路面 受到熱帶低氣壓和西南氣流影響 台東山區大雨不斷 太馬里溪水暴漲 清風鄉民溪邊觀望 就怕重演八八風災慘況 十二年前的八八風災 近鳳鄉嘉蘭村六十多間民宅被沖毀 這次溪水暴漲的情形和上次相當雷同 就怕北至重現嘉蘭村村長決定封閉 以下部落防汛道路 另外太馬里金輪溪也暴漲 立秋村往多梁路段 以及逃往金輪溫泉的紅橋 都預警性封鎖 它有時候會被沖 會被沖走 那如果被沖走的話 他們那邊左岸的人 就沒有辦法出來 北南溪同樣兇猛奔騰 水位離台東大橋橋面不到十公尺 橋樑岌岌可危 溪口的中華大橋更被溪水大量兩面夾擊 達人像南田村 安碩村和大午鄉的上午村南新村 都發布土石流打黃色警戒進行日防性撤離 西南氣流持續威脅到周日 東部民眾也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潘正前旅日捷台東報導 接下來我們就來關注農民的損失了 在雲林縣有一名農民 他拿著爛根的花生大喊說 這兩年雲林有花生之亂 而現在就連農業都大亂了 年底可能真的要喝西北風度日了 5月全台大缺水 但是8月卻發生大煙水 整個農作物先是因為旱災 後來又因為水災而泡湯 加上5月的疫情三級警戒 整個餐飲業都禁止內用 導致農作物的需求銳減 而農民經過了天災人禍 他們說真的是欲哭無淚 在這盧碧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夾帶強風暴雨 在台中的雨勢不斷 陸續有一些災情傳出了 像是石岡區前一晚有露宿倒塌 壓毀了兩戶民宅的屋頂 也嚇壞了當地居民 另外東是通往泰安的台四十縣 大雨造成陸基掏空 部分道路都坍塌了 里長話才講到一半 柏油夾雜土石瞬間往下掉 激情畫面差一點就摔落山谷 騎士人冒險穿越看了膽戰心驚 東是通往泰安的台四十縣 大雨造成陸基掏空 挖土基道場清除土石 東是和卓蘭交界的這條產業道路 中午傳出崩塌 土石不停滑落 而前一晚石岡區有露宿倒塌 壓到了兩戶民宅 車庫和屋頂遭露樹重壓 鋼筋變形 工人一早忙著把樹木移除 大雨中女子躺在地上 痛苦哀嚎 警銷人員趕緊把人抬上單架 男友在一旁心急如焚 機車橫躺在地 一片狼藉半夜四點多 騎士準備在女友前往早餐店上班 新京臺中市烏日緩和路上 因為視線不良 撞上倒在路中央的路數 臺中市雨下整晚 溫馨南石路上一顆巨大路數斷裂 佔據整個車道 另外中橫臺八線 八小時內發生了四起落石掉落意外 遠景道場指揮交通 東關路二十七點五公里的離冷 睡道口三百公斤巨石滑落 至於台鐵一大早傳出樹倒觸碰到電車線 造成供電短路 後裏制風園間採單線雙向行車 列車一度嚴誤 影響旅客七百七十八人 索性及時修復恢復了正常通車 記者彭志明 韓志欣 王百英 台中苗栗採訪報導 好 在南臺灣 這雨已經連下了十幾天了 後來又受到清台 盧碧颱風的外圍環流 以及西南氣流 一直持續發揮的影響 臺灣的沿海各地風浪實在很大 但還是發生有三名台南的男子 還是想在這種天氣晨跑 在7號上午 他們到了安平港北堤晨跑 但是就是這麼的不小心 當時遭到猛烈的大浪來侵襲 甚至還是瘋狗浪 還被打中了 三個人當時就這樣子 好 被撞上一旁的護欄 導致一死一傷的悲劇 在高雄也發生有一名富人 她冒著風雨 想要視察自己家裡頭的菜園 但是一個狡猾一個不小心 跌落了餘溫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急救後 依舊回天法術 加一步帶上港邊狂風巨浪 奏成貨輪擱淺 經過夜風浪 船身嚴重傾斜 幾乎快被海水吞沒 強勁風勢不斷襲來 現場刮起7級風浪高達3米5 景象十分驚險 擔心貨輪反覆油料外洩 向外單位佈設藍油所防範未然 受到魯逼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讓台南安平港更掀起風狗浪 突如其來的巨浪 打上岸 釀成一死一傷的殘劇 救護車十萬火急 趕到現場搶救受傷的民眾 騎豪上五三名男子到北堤全跑 不幸遭到風狗浪拍打 撞上欄桿受傷倒地 其中靈性男子急救不治 另一名傷者是頂先集團董事長李日東 頭部撕裂傷全身多處骨折 浪非常大 風也大 然後加上有好雨的狀況 各地沿海風浪大 豪雨不斷 高雄民婦人冒雨到菜園查看 十足跌落餘溫 失去呼吸心跳 松一急救 還是不治死亡 風雨中各地陸續傳出傷亡事件 外出還是要多加留意 記者嘉義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好的確喔 最近中南部真的是豪雨成災 甚至很多居民很多農民 都說真的要喝西北風了 那麼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澤成 前天趕在豪雨來臨前 他視察雙鐵的防洪措施 台鐵在細紙鐵路地下化 示範演練關閉防洪閘門 結果要靠人工目視來判斷 軌道淹水之外 20多個人合力關閘門的做法 讓行政院災害防治中心辦公室 就提醒了這個做法恐怕有點遜 應該要再改善 而交通部也首次發現 台灣台高鐵呢 在這個台北有13處的 地下隧道逃生口 都沒有達到標準 特別是這個防洪的高度 也凸顯了防災設計 實在非常的不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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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